大家好,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今天我要给你解读一本书,叫《上瘾,培养用户使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辑》,作者为瑞安胡佛和尼尔埃尔,埃尔早年是一名互联网创业者,他曾经和几个斯坦福大学的NBA合作建立了一家公司,会有广告的,渗透到网络社交游戏中,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虚拟游戏和广告的重要性,靠的就是一面。 他很好奇,为什么有些产品会上瘾,甚至会有强迫症,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让用户难以割舍产品,埃尔早年是一名互联网创业者,他曾经和几个斯坦福大学的NBA合作建立了一家公司,在网上社交游戏中渗透广告,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虚拟游戏和广告的重要性,靠的就是一面。 他很好奇,有些产品为什么会上瘾,甚至会有强迫症,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让用户难以割舍产品。 为了揭开这个秘密,他开始观察和评测上千家公司,对各类爆品的体验设计与功能进行研究,对这本书上瘾,这是他研究出来的东西。 上瘾之后,连续二十个月蝉联美国图书畅销榜,在互联网创业者中,产品经理和广告创业人员都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就像企业家一样。 精益企业创始人埃里克莱斯说,所有想要吸引用户的产品,这本书一定要看,澳美广告副总裁,世界最大传媒集团之一。 是吗?罗里萨斯兰说,这本书是他看过的最有价值的科技产品设计书,上瘾了,总结出四种网络产品使用户上瘾的逻辑,触发行动,变化多端的报酬以及投入。 如果你想在互联网上创业,或者想了解一下网络爆款背后的秘密,四种产品逻辑,对你有很大的启发,让我们先说说上瘾吧。 上瘾指的是实时使用者养成使用习惯,每天都要经常使用产品,这样才能保持活力。 如果是网络产品,比如APP之类的,不要让用户上瘾,这样,即使用户已经安装好了,很快就会被无情的删除。 所以,它能让用户上瘾吗? 对于互联网产品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反之亦然,一旦产品上瘾,不但能实现循环消费利润丰厚,还能大幅降低营销成本和广告投入。 它能让用户给你带来新的用户,就像滚雪球一样,哎,这么多好处。 每一家创业公司的产品经理,他们都希望他们的产品能够让用户上瘾。 这样的产品,想上瘾,它凭什么,现在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脱离一栋互联网产品,你可以算一算,每天发多少条朋友圈,发多少条微博,只要有时间就行。 很多人都会强迫自己玩几个APP,一天的时间,几十次,几百次,出门忘带手机,整个人都失魂落魄,这是上瘾的典型症状。 当您每天频繁地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是逻辑严密,理性思考,深重抉择,显然没有。 因此,使用这些产品是否会给您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恐怕也不会。 看看谁点了你的赞,晒出了精彩的人生和妙语连珠,给别人留言,跟经济利益无关。 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无法用理智来解释? 其实,诀窍就在这里,这些产品会给你带来好处。 它不是靠你的头脑,而是靠你的感情,满足你情绪上的需求。 手机游戏能满足什么,大部分人都赚不到手游的钱,那他们为什么会对王者荣耀如此痴迷? 因为人类的情感需求,荣誉,成就,地位,等等,现实生活中很难得到满足,但网络世界却能以低廉的成本获得满足。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沉迷于手游。 来了,本书对第一个问题做了解答,一款产品靠什么让用户上瘾?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它需要调动用户的情绪,只有那些能够激发用户上瘾情绪的产品,才能占据用户的心智。 到头来,用户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开发英特网产品时,不能只跟用户理性对话,也不能只考虑产品的功能,而是人性的问题。 洞察人性,了解用户的情感需求,满足用户的需求,如此,让用户产生依赖性,这样才能培养用户的习惯。 用户习惯于使用您的产品,原因很简单,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如何让用户上瘾的产品。 艾尔与胡福提出一种上瘾模型,还有四种产品逻辑,可以让用户上瘾,所谓的产品逻辑,其实就是一步一步,四步,环环相扣,让用户一步步走上迷恋的道路。 第一步,就是触发,除此之外,以及投入,第一步,所谓触发,就是吸引用户,向他展示你的产品,想要使用它。 例如,通过广告、电子邮件或应用商店中的产品图标来吸引用户,那么如何触发用户呢? 每个用户心中都有一个触发器,那就是他现在的行为和情绪状态。 用大白的话来说,每一个用户心中都有一种痒痒的感觉,脑吧,成功了。 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你将为客户画一张笑项,完整描述用户的需求和恐惧,有什么好逃避的,然后,对症下药,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负面情绪往往会有更强的触发效果,比如孤独,比如恐惧,我们明白。 所以,Wing的产品,在国外非常受欢迎,不管是女孩子还是大叔,大妈们都喜欢调侃耶丝。 这是为什么,更多的是因为寂寞,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想要跟别人建立联系。 这孤独是一种负面的情绪,这是用户使用它的内在触发器。 创业者和产品经理首先要做的就是搞清楚,用户在行为和情感层面有哪些困扰,用户期望通过您的产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将使用您的产品的时间,地点和场景,是什么情绪促使他们使用你的产品。 艾尔建议你在真正了解用户需求之前,连续问五个问题,总而言之,如果你想把你的产品和用户的生活联系起来,那么你必须为用户着想,如果你搞不清楚用户的需求怎么办。 科比,模仿而已,模仿成功产品,模仿和复制式互联网创业的普遍现象。 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腾讯的QQ不是原创的,它模仿的是OICQ,就连腾讯的企业Low都是Copy。 OICQ搞清楚了用户的交友和沟通需求,它成功复制了QQ,从用户交流需求出发,还有一些类似于百度,模仿阿姨,美团就是在模仿格罗,微博模仿了推特,淘宝模仿了两倍,支付宝就是仿冒的。 可以说,以前中国互联网产品占绝大多数,这一切都复制了硅谷,国外同样如此。 举个例子,德国有两兄弟,曾经是IT商业杂志的编辑,后来,专门针对德国与外的优秀网络产品,怎么才能全部成功? 这就是触发原理。 下一步,我们将介绍上影书中的四种触发方式。 第一类是付费触发,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吸引用户对你产品的关注。 在20世纪初期,这是一个付费点击广告,这种做法已流行多年。 一开始,效果很好,就是把滚动的广告条放在电脑上,如果用户不点击广告,就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以兑换成钱。 这是从付费性出发。 第二种方法,就是回赠,通过媒体和渠道进行推广,引起潜在用户的注意。 网络上的新闻,微博,视频等等,都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分。 比如,维多利亚秘密内衣秀于2017年11月于中国举行,一位模特摔倒在题台上,这让这个臭轰轰的搜索点击率直线上升。 在媒体的推播主栏下,许多原本并不关注这个品牌和活动的人都被吸引了过来,这无形中,就产生了一种回馈式的出发。 下一步,我们来看看第三种方法,人际触发,通过认识的人互相推荐,这样才能吸引到更多的用户。 人际型触发器可是使用者数量大幅增加,速度与病毒复制速度相当,因此,这样的用户数量不断增加,也被业内称为病毒式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际贸易支付公益配本诞生之后,它的用户数量激增,其中一个原因是其自行车的人受到惩罚,因为只要有少数人利用AI网络进行资金支付和结算,那么周围的人都会选择配偶。 当有人通过照片把钱转到你的账户上时,你也可以登录查看,如此,各种优惠不断的出现,国内,还有许多网络产品都依赖于人际出发。 支付宝,最初,网络支付工具也是如此,不过,由于二维码的使用非常方便,近几年来,支付宝开始大量的投入到线下购物中,随着实体链和个人使用支付宝二维码,进行支付和转账的现象越来越多。 支付宝线下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这是人际触发,顾客拿着手机去菜市场买菜,作为一个摊主,你能不能不开支付宝,为了吸引和方便中国游客,日本新加坡的商家纷纷放下身段,用支付宝支付货款,这就是人际关的强大之处。 如今,老佛爷百货在巴黎正带领着众多法国商家投入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中,再比如,所以,德国人,用户抓拍下一张图片,分享到Twitter和脸书网站,这些照片都是由因斯坦RM公司处理过的。 这样,画面就更有吸引力了,网络上其他用户看到后会被图片所吸引,也会尝试安装使用。 因此这个软件Tram,这也是人际触发的原因。 第四种方法,就是自主触发。 简而言之,用户愿意持续关注您的产品。 比方说,用户安装了您的应用程序,只要他愿意接受信息就行,用户每天都会收到关于您产品的冰月信息更新通知,他高兴的时候可以翻走那些牌子,成为您每天的习惯用户。 随着用户使用频率的增加,您的产品与用户之间的联系也会更加紧密,变得更加重要。 总而言之,付费行、回馈行、人来人往,这三个触发主要是为了吸引新用户。 自主触发则是为了留住老客户,或者说回头客。 简单来说,就是给使用者指明一条路,告诉他那条路能解决他的一些问题,满足他的某种需要,这可能是广告,可能是网页按钮,诸如此类。 当然,也不会太多,啊,你总不能说用户出了什么问题吧,那只会给你自己找麻烦,实力不讨好。 诶,这是为什么呢?人们面临的选择越多,就会花更长的时间去权衡。 学校越多,人们就越犹豫,犹豫着,不知道从何下手。 最终,他放弃了,所以,阿尔心想,让用户主动,然而,不要把选择权交给他。 嗯,在这里,我们将介绍上映模型的第一个部分,触发器就是吸引用户,让用户关注您的产品,想要使用它,成功地触发了用户行为和情感需求。 有四种触发方式,付钱行罚款,付钱让用户关注,回馈式触发器通过宣传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人际触发,熟人推荐关注,自动触发,用户愿意持续关注。 这是上映模型的第一部分,下面是上映模型的第二部分。 先前的处罚是为了解决动机问题,用户可以享用,然而,光是触发是不够的,我们希望用户能真正使用这个产品,用户需要实际行动。 上映,作者引述了福格博士的行为模式,对产品和用户的行为进行分析。 据福格博士说,在某种行为上,动机与能力,三者趋一不可,要增加用户使用产品的可能性。 触发要明显,行为要易于实施,动机必须合情合理,如果触发的话,做得不错,用户有行动的动机,但是,想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太难了。 所以,用户可能会在心动的时候停下来,比如,锤子和手机,触发效果不错,学小米,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然而,批量生产,但问题却接踵而至,粉丝们发现购买和拥有锤子手机的门槛过高,这无意间抬高了行动的无形成本。 终于,销量自然比想象中的要差,所以,当你开发一个产品的时候,你不仅要使别人愿意使用你的产品,还要降低使用门槛,让一切都变得简单,比如手机版的很多软件,以适应手机操控特性,界面比电脑版要简单得多。 再比如,共享单车不断简化新用户的手续,与互联网巨头合作,尽可能提供各种支付渠道,就像是微信一样,支付支付宝,免押金,诸如此类,同时也降低了用户的使用难度,上瘾,书中提到,造成用户使用产品困难的因素有六个,分别是,时间,钱,体力,智力,社会偏见,以及非常规性。 如果您的产品要求用户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体力和脑力消耗太大,因此,用户想要拥有并使用您的产品,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如果你的产品不符合用户的环境,那么就会产生社会偏见,或者你的产品不符合常规,这也增加了用户使用起来的难度。 所以,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可以考虑以上六个因素,看看哪个因素给用户造成了困难,然后清除障碍。 而且,产品开发过程,少银也介绍了三种简化方法。 第一步,了解用户为什么要使用产品。 第二步,列举用户使用产品的情况,这是必经之路。 第三步,确定了所有环节之后,删除所有无关的环节,直到使用过程达到最大限度。 比如,苹果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方便手机用户拍摄更多的照片,这是必须的。 简化照相步骤,因为它设置了摄像机程序,使其处于锁定状态,可以直接打开,无需输入解锁口令。 如此一来,仅凭简单的拍照功能,iPhone就能让用户欲罢不能。 嗯,上瘾模型的第二部分已经讲完了,下面是上瘾模型的第三部分。 奖励,通过前两个上瘾模型,触发与行动,用户会被你的产品所吸引,而且门槛很低,用户可以使用或者体验,开了个好头。 但是离成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使用户上瘾,你的产品也必须满足用户的需求。 从而激发用户使用它的强烈欲望,此为储尚,为报仇而烦恼,有奖励就有奖励。 仇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社交忧郁,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自拍,晒出你在米其林餐厅吃过的东西,分享这些就能获得社交上的奖励。 第二种忧郁,就是自我奖赏,一种强烈的完成任务的欲望,这是促使人们继续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这一过程给人们带来了满足感。 这是一种索奖励,手机游戏,不断的冲击冠军,那是一种自责,竞争和排名性的活动都会带来这种出场方式,知乎大佬,知马信用,等等,这是一种索奖励。 第三种,则是猎物的奖励,猎物酬劳是人的天性,人生来就喜欢追逐金钱和信息,如果你能提供这些东西,用户会得到猎物的奖励,比如老虎鸡,赌场,这是一种利用奖金的方式。 沉迷赌博,人们被各种各样的标题挡牵着鼻子走,追求朋友圈里的各种八卦,都是为了猎物的回报。 海亚尔非常强调筹码的可变性,如果能凑齐,也在意料之中,缺乏变通性,很快就会厌倦,比如农场小镇,比如偷菜,因为惊喜有限,所以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和神秘感,渐渐的,它就消失了。 微信支付,支付宝,在推广初期,利用了处法的变化性,为了扩大潜在用户,他们向用户提供了数量不等的随机演讲。 哎,支付宝,微信为什么不采用等额奖金呢?如果奖金太低的话,就不会引起用户的兴趣,也不会有太大的动力,如果奖金太高的话,用户可能会感兴趣。 但阿里腾讯就没那么多钱了,推广不可持续,所以使用随机抽奖可以使人惆怅,可持续的,而且还能给使用者带来足够的期待和强烈的刺激。 嗯,你成功的说服了用户,使用您的产品,用户还可以获得不同的报酬,接下来,就是坐以待毙了吗? 阿里腾认为应该继续前进,永远不要让用户满意,让他重新开始,这个时候,正好可以趁机加在下一次的出发。 他称之为投入,这是成瘾的模型。 第四部分,经济学讲的是沉默成本,既然已经付了钱,那就不需要再做决定了。 然而,人并非完全理性,沉默成本会对人类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 所以,阿亚尔认为通过引导用户进一步采取行动,如此,使用户对您的产品更加真实。 这就是所谓的一家效应,你到一家去买家具,亲自动手做一个零件,一个螺丝,你是不是在工作,在管理感情。 最后,成品在你眼中自然,要比其他同等品质的家具好,更有价值,而在投入阶段,他们也会利用惩罚,促使用户采取下一步行动。 也就是说,下一次的触发被夹载,您在朋友圈里晒出了在大宝礁的美好生活,还有人在下面留言点赞来,这是一种惩罚机制,它会让您回复对方,互相支持。 这里的留言,就是下一步的触发。 上瘾模型第四步投入,到此为止,阿尔上瘾模型由以上四部分组成,触发行动,多变的报酬与投入。 该模型主要用于开发英特网,使用户上瘾,但有了四个模型,这项工作仍未完成,我们知道,开发一个网络产品需要不断的重复,在此期间,用户的行为需要不断的分析,以衡量用户对产品是否上瘾,测试和评估产品的概念开发升级是必要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对这本书上瘾,提出一套方案,习惯测验法。 第一步就是询问哪些用户是该产品的习惯用户,产品使用的越频繁,就越有可能形成用户习惯。 你要搞清楚潜在用户使用产品的频率,这一过程可利用大数据或一般样本统计数据。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都能看到下载排行和评论术,同类APP可供参考。 如果你是做体育软件的,那么,就以运动APP为例吧,再看看相关数据,询问周围使用频率等。 第一步之后,了解潜在习惯用户的第二部分,是分析用户使用产品的过程,找出产品吸引用户的深层原因。 这有什么用呢?大多数用户重复的行为表明了用户模式的可韧性。 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模式,你需要找到一条习惯的路径,即活跃用户,共同拥有的行为,然后找到利用这个习惯的途径。 比如,Twitter在创立之初就发现了一条习惯性的路径,吸引用户关注的其他用户一旦达到30人,然后,他继续使用推特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30个用户就是一个转折点,他必须知道这条习惯性的路径,总是想方设法吸引新用户关注30名其他用户。 再比如,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发红包是一种习惯,微信利用了这个习惯,于2004年推出红包功能。 那一年,每分钟收到25000个红包,微信红包在网络上炸开了锅。 第三部分习惯测试是对产品进行改进,好产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这是第二部电影的反馈。 您把注意力集中在产品上,找到一种方法,把反馈转换为改变。 例如,Twitter改变了注册流程,鼓励新用户立即关注其他用户,这样注册的时候,他的粉丝数就会突破30。 终于,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烧引这本书给出了四个模型,惩罚,行动,奖励,投入,处方是为了吸引用户,使用户产生使用该产品的动机。 简化操作难度降低用户使用门槛,悲伤,满足用户需求,激发用户的强烈愿望,两成习惯,投入意味着用户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装入下一步,四步构成产品开发的完整逻辑,对产品的评价和改进上瘾,给出了三个部分的测试方法。 第一名,找出你的习惯,用户,第二步,找出这些用户共同的行为模式,找出习惯的路径,第三步是利用反馈信息,提高产品质量。 上引本书介绍了四个模型,三个测试,不只是产品的逻辑,这个就是商业逻辑,这是一种人性逻辑,和用户打交道的每个人。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尝试的,更好的吸引用户,赢得商业成功,行,上引这本书就给你解读到这里,明天见。